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科学新资的时间 上星期很不幸 我们在节目时刚刚升空 但在我们节目播出后 好像同时出现了事故 虽然是一个星期 但我相信我们应该回复一下整件事 帮我补充一件事 Elon Musk的身家跌了很多 帮我补充一件事 也值得其他东西 好像整个科广都是 好像有百多亿 那我补充一层就没有错 现在有人骂他 他说你multitasking 你交了很多东西干什么 你又做电动车 你又搞火箭 你又搞Twitter 你自己专心去搞不好 那些人就骂他 股闻 是的 就是这样说 Tesla已经卖出售了 但Tesla是减架的 好事不好事 他减架不减架 他最重要是赚钱 另外就是 你说火箭 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你觉得他今次 这样的 最初我和你通讯了 你说了一段时间我又爆了 是的 然后我看看 最初我也打了个特劲 已经爆了 我第一个感觉是怎样呢 如果这个火箭是载人 因为它是准备载人 你这样爆发的时候 那太空人会怎样呢 但我心里看看 它是一个有计划的引爆 有计划的引爆 不是代表成功 而是它有些东西 不合适 它就要向中解体 你说是否有计划地爆 不爆当然最好 我想这个星期 有些听开科学新知的听众都知道 我背着台长和Larry錄了一个节目 不用背着我 我肯定要知道 我当然先告诉你 即是你在另一个频道做 我当然有告诉台长 台长当然提供很多节目 但我也希望科学新知频道 亦会多一些丰富的节目 尤其是科学新知 就是一个星期才一次的 有时候如果真的想很紧张地去追 我很想有另外一些途径 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也先继续录音 如果你是没有听到 譬如我和Larry均武器言那边 其实可以在这里很快讨论 而且在那个和Larry的节目之后 其实这件事还有一些发展 我们可以讨论下去 其实你问我 我当时有看过那个直播 那个直播就是 就是升空四分钟之后解体 开始由星期一发射 就延到星期四才发射 然后星期四发射那一刻 又临时再退了十多分钟才发射 其实你问我 最惊讶不是爆 其实最惊讶就是 爆完之后 大家热烈鼓掌很开心 即是地面上那班人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 第一次发射的期待是在哪里 即是如果有一些东西 完全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然后爆了 那他们就会失望 你会看到 那我就会说 他当然不希望爆 但是爆了也在预期之中 而希望他爆得越迟越好 他在天空时间越来 在离开的海拔越高 他能够得到的数据越高 你说他跌落地 拿回扎沙也好 还是真也好 我两样都有 就是Elon Marks说 这次第一次 星期四发射是否成功 是视乎我们得到多少数据 那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去解释 其实他能够得到什么数据 台长你自己也有看星空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他升空的时候 即是滚一声上去 其实直播画面里面 有一堆数据 立即跟你谈计一些事情 他的离开地面有多高 他当时的速度去到多少 另外就是升空的时间有多少 还有你如果还记得他在Twitter的直播 在左下角有个图 那图其实就是 好像一个由火箭底看下去 他将那33支火箭 如何排列 是告诉你 如果那支火箭亮 他就白色 如果不亮 就空深 所以你会看到 照计如果健康正常 33支火箭都亮 就33点白了 但是在升空 你会看到已经有三四点没了 就是不亮的 而且随于你越升越高 去到升空40秒之后 开始有多些火箭 又多过不亮 再去到1分20秒 有个又不亮 但是隔十多秒又亮 即是你会看到 那30多支火箭 扎在一起 整支火箭射上去 是有个不太稳定的情况出现 最初你不觉得 最初他推力救燃料 一下射上去 但最初是最难的 因为你要将整支火箭加速 由不移动到整支火箭 托上去整支火箭 还要很重 而且燃料仍然很多 而且在大气的低层环境 大气密度较高 所以如果空气的阻力 在最初原地爆了 一定会哭了 你上去到几公里已经爆了 也不是太理想的 因为你还未突破到平流层 但是现在上去 来地三十多公里 37公里 你预计了是 比普通民航机飞更高的高度 是一些平流层的地方 在那里来说 空气力学已经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在最初他面对空气阻力 和密度最高最不稳定的情况下 他也能射上去 他也能射上去 而且是用有限的火箭 即是他原本的推力 如33支都亮了 但后来就计算到 只有27支左右 27支左右 可能26支左右 是可以用到的 但也有足够的推力 所以只是在最初那段来说 他们认为自己是做到的效果 只要加以适当的修正 是可以做到的效果 但当然之后有他的问题 如果很快地说 就是他上去之后 你的燃料越噴越多的时候 整支东西很容易想像 就是头重尾轻 或是不平衡 是的 后面你的燃料 因为它是两节式的 前面那节是准备再升高些的时候 再掉出来再射出去 下面那节就会 向下越来越噴得多的燃料 而且在最初的时候噴得最厉害 越噴越多 后面越来越轻 前面越来越重 所以对于整个修正系统 要求的负败越来越大 而且它有几枝不穿的时候 它不是很对称 整个形状的推力 就会有些不对称 这些不对称是会累积的 增加不稳的程度 本身的推力不够 角度和速度都应该不够 勉强推了上去 推到上去之后 我自己猜一下 它没有在预定的时间 达到指定的速度 和修正正的方向 以及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所以它宁愿不脱出第一节 因为如果你未进入轨道 你肯定脱出 你就会变成多了一件事 不受控制 这是我现在暂时自己的估计 所以它最后没有脱出 但你一直有得去噴的时候 它就越来越投重未轻 越来越不稳定 最后不是它终了一个圈 像是过山车 然后燃料差不多都没有了 然后慢慢越来越沉 到最后 它的自动警报系统 整支炸了 整支毁灭了 所以它脱出和不脱出 似乎是在它的程式如船之中 如果你的发射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它选择不脱出第二节 如果你的发射没有进入 理想状态 慢慢越来越聚落 它不会等它跌落地 到最早就会爆炸 所以你会看到它有些系统的设计上是有效了 但是如果我暂时看 问题最大的精洁 就是在最初的33支火箭 为什么不齐脚 它不齐脚的话 就令整个推力和推的方向 都不够稳定 所以我预期他们 都比较快可以看到最主要的问题 大约知道很多人和分工合作的时候 哪一组大约都做到理想效果 哪一组就更需要努力 然后他们其实下一支都整在 根据今支的数据来修改定下一支 但是如果在上次我在另一节目讲完之后 现在的新的事态发展 就发现更多是关于周围的环境 还有爆炸后剩下的垃圾 就会弄到污烈马差 爆炸到下面如果穿了个洞 但是我听完之后有个疑问 就是这个火箭 今次升空的目标是做什么 首先就是它会这样说 它将这个工程分为很多不同的部分 你附加这个部分 你附加这个部分 大家把它砌在一起出来 砌在一起之后 大体上去估计它是否成功 始终麻烦的位置就是 人类历史上以来 没有发射一支推力很大和很重的东西 所以旧有的经验和数据 你是要重新再取得 会不会有些东西是大了重了 形状变了 令到那些参数完全不同了 换言之 这个不是一个 如果说你只不过增加火箭的容量 就纯粹架一条数是加数 里面有很多变数是变了 特别是特别是 在那些不稳定性的事情 可以随着某核参数变了少许 它是以几何级数里累积上去 尤其是牵涉到大推力和窜流问题的事情 另外再介绍一点 其实在失控之前 除了已经突破了大气层最厚最麻烦 阻力最大的一部分之外 他亦是進入超音速狀態 突破了音障 所以在未突破音障之前 那些很不穩定的喘流問題 似乎他也有能力衝破 但如下下來就是 他後來為何會越來越不穩定 如何可以補救呢? 我暫時猜的問題最大的精結就是 最初的33支火箭紮在一起 為何會有幾支不穩定 而那裏為何會有幾支不穩定呢? 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有些解凍得好些 有些解凍得不好 你去注入燃料的時候 可能會令到有些位置凍結 於是裡面有些位置不穩定 有幾支打不穩定 你怎可以控制到 33支同一時間都這麼漂亮地打穩定 其實這不容易控制的 但我覺得如果在這次發射 他能夠修正到這個 聽起來很容易 但又實際上很難做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之後的問題 相對的問題沒有那麼大 暫時我們還要看看 後來的事態發展 即是如果是NASA自己握票 你不可以之後 總是要向納稅人交代 向議會交代 接著是否應不應該做太空計劃 如果一架東西載人上去爆 那會怎辦呢? 剛才我一盡初看了消息 是的 另外又很有趣 在私人公司開發產品 他很喜歡用那種叫做Fail Fast的態度 他寧願一些事先做 即是有些事你一開始 我預算了 我不會花無限的時間 來盡量做到 我認為99%完美 我就花有限的時間 我做到過了90%便算了 即是我90%滿意便算了 接著就試一下 一試的時候 接著一系列的錯誤 一出來 我就由實戰度 計算成本效益之後 發覺很容易就可以 如果我及早去發現問題 我省的成本更多 我去小心地去擺到最後那一步才射 你見他做Falcon那些火箭 SpaceX那時候 大衛星所有火箭 他們完全是有這種態度 所以你見到Elon Marks那些片 他們那時候看回那支火箭 如何可以自己落地 有條片我覺得很精彩 不停地把所有的失敗 那些火箭如何放下來 如何爆炸那些 就全部剪在一起 最後有一次就是成功那次 我覺得很反映到他們 去做這個發展的態度 但我以外行人來看 就是你一支這麼大的火箭 成本很高的 你是否容許說 我錯十次還去試 會不會對私營公司 本身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最佳化數學問題 你可以花無限的時間 然後希望你只爆一兩支火箭 但成本你計算的 反而是偏高的 因為你的時間成本 和有時有些東西 你寧願不想揹槓 不想坐在一起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可能 原來你已經做到200%滿意 但原來你只需要做到 140%滿意就可以了 你多了那部分都是成本 但是反過來 你亦不能亂地 亂地爆炸 所以這樣令你爆炸了很多 成本又很高 所以在工程管理那裡 兩端都是在一個 要做無限時間 無限地小心 成本是偏高 你亂來 甚麼都不控制 成本又是偏高 但中間就會有一個最最最最最最最的位置 就是你容許 在一個不是達到最完美的狀態之下 但亦沒有用到很長的時間之下 去有少許不肯定的犯錯空間 然後又可以爆炸一點 其實這件事可以說 一個工程管理理論 融合了Game Theory的結果 是 但是以你所看 現在要去到這個這麼大支 我想人類亦史上 有史以來最大推力的火箭 它要真正成功還要多久 真正成功 那我們要 define 甚麼是真正成功 那你即是預計了射人上去 是的 我嗎 而且它是reusable 是的 設計本身是希望循環再用的 你問我科學生這些東西 我經常說 可以有生之年 十年之內 但如果你問我今次Starship 我現在說是一年 你要問我 可能是那一年去搞定 它要趕貨的 它要趕在2025 另外就是 下一個Starship 大家預定了 我們節目又會預定它說 它說幾個月之後 即幾個月 我當作四個月 它下次可能改進了 那些33支集速火箭的穩定性 這次也是 這次也是 解決那些 persurance valve 那些問題 即裡面那些 怎樣去控制燃料 去噴入火箭裡 那些活塞 就很頭痛 也是最初由星期一 延遲到星期四發射的原因 那裡怎樣做得更好 第二支集速火箭裡 已經在這裏 可能是幾個月後 我們又會再看第二次試射 然後你累積得 三、三 你可能下支又爆發 但就處理到更多問題 然後再穩定定 正應經做一次 收領去第三支、第四支 然後搞定 然後趕得切在2025年的交貨 這件事可能就是這樣發生的 但如果看細節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譬如它用什麼材料 原來是用不鏽鋼 但是是一個很聰明的方向 用不鏽鋼 它的引擎是叫Raptor 這是可以說的 而且它推進原料 都是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是 在物料上 可以說是一次過做了幾個不同的事情 只是這裏 你已經幫忙回答了 剛才你問的問題 為何這些東西還不肯定 要嘗試呢 你用的物料 你用的燃料 在這個情況下 是否給了你理想的推力 你發覺以第一次來說 他們都獲得了幾多東西 似乎在今次來說 我們當然要繼續 因為這個問題都牽涉我們一直在說 現在實際上我們踏入了太空競賽2.0 雖然俄羅斯已經出局了 可以說 但是有後起之秀 很多入局 所以我們太空的事情 不好意思 也不好意思地再多說一節 是的 要多說一節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嗯 還有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請多多注意 請多多多 Farb 請多多多 請多多多 朋友 請多多多